好,今天为大家介绍香奈儿的COCO淡香水 那这支呢它也是非常的经典的,从1986年到现在 那当然它这中间有经过几个版本,这是最新的一个初的版本 那也加了一些现代元素进去 那我们在闻它的时候就真的了解到什么叫经典中的经验 那你在闻过很多香水之后呢 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无法体验它的美好 那我们现在再回头去闻它的时候 觉得哇,这是一支花香非常富裕的味道 然后整个的味道呢,它可能是不只是淡香水的浓度 我觉得它已经接近淡香精等级了 那它整支的味道给你一种就是花香富裕 然后非常有魅力的一个香味 那我觉得也非常适合你想要就是展现一点你的性感魅力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跟这一支去赴约 OK,好,那我觉得这一支COCO淡香水 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所成就的女生会用的 很像在台上演讲 或者是在专业领域里面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的 他今天在讲台上接受大家对他的掌声 跟在台下认真的学习 那所以一开始呈现的是专业 然后带着花香有自信的味道 那但是中后调最特别的是 他很像从演讲台下大家掌声之后 下台之后 然后到了VIP Room里面 那VIP Room里面一打开呢 他全部满满的花束花堆 这个花球全部都已经到VIP Room里面等他了 那他最后享受这整个成果 看到满满的VIP Room的花香 还有所有媒体美光灯的焦点在他身上 我觉得这是这一支 给我前中后调不同的视觉呈现 相当符合这一支香水该有的角色 聚光灯美光灯花香都被捞在他身上 他就是这个角色 希望的非常非常 拜拜